我现在是在巴松错景区去往新错的路上 30公里全是这样的土路 这边河里面的水全部都冻住了 像冰铺一样 这个新错是没有被开发的一个景点 所以这个路呢 还是没有硬化的 全这种土路有点像219国道上的丙茶茶那一段 全那种炮弹路 飞铺双路 但是我现在是周围 全这种高大的松树 原始森林里面啊 这里的树木长得非常的茂盛 还有19公里到新错 这一路上过来 每隔隔几公里都会有这样的指示牌 可以不用导航 送着这个土路走就行了 这个路呢反正除了路况差点 开慢点的话 没什么 路上都有人 让大家看不出来的 那边 我们下转了 如果大家看不出来的 就是这样 那我们下转了 下转的路上 那边 下次再来 我们下转了 再点几公里 到下转了 然后再转了 我们下转了 就好 再转了 再转了 我们下转了 转发转发转 这河里的水非常的清 这牦牛都在河里面 悠闲的喝着水 对面那些房子还可以住宿 招待游客的 室外桃源 真的是 我看着这个路是不能再往前走了 据说是到新拓之后还有一段徒步的路线 你好 这个是不是车只能开到这边了 再往前就是徒步的路线是吧 必须要走路 坐摩托车的话要上去要多几万 那有几公里 里面有没有信号 里面电信就是排自上 电信移动连通都有 那有信号 一定电信有信号 其他的没有信号是吧 车就只能停到这个地方了 骑摩托车的话 这个来回七公里 你们怎么收费的 一百 还是有轿车开到这边来 这里的景色也是不错 这牛在湖里面打起来了 年纪轻轻的打什么架 我准备拍了你们俩不打了 打打打 顶他顶他顶他 旁边的游客都说这看着牛打架 加油喝彩的这是 这是咋样 你不打我怎么拍吗 去这个星措的话 在这个村庄里面要交十块钱的卫生费 然后从这开始就徒步了 来回七公里 现在我们走进去 星措的简介牌 它是尼扬河最大的滞留八河的上游 海拔是3600米 这个导览筒上面标注了好几个地方是可以玩的 星措湖 普措湖 中措湖 还有个去玄冰川那边 剩下的这点路 它非得让你徒步进去 主要是可能是怕开车进去的话 对付这个环境破坏挺大的 到这种地方来 走马观花的话绝对不行 你得慢下来 然后慢慢的去玩才有意思 我也来办公秀千 嘿嘿嘿 这个地方拍照就不错了 这边的路都是土路啊 很空旷 有草场 远处的山也很漂亮 有雪山 原始森林的感觉 这水特别的清啊 清澈见底的水啊 绝缘流水 水特别的清 看眼前的这一幅画面啊 特别的静谧 听着旁边的鸟叫声 水流的声音 特别的安静 特别的安静 特别的惬意 那么大一块石头 上面写的六字正言 现在全部是走在原始森林里面 这树很高啊 参天大树 是不是有一话是这么说的 我穿过右岸的树林 期待在前方与你相见 别眨眼 这么快就到了 水好绿呀 这还有座木桥 确实不错呀 哇 真是有种人间仙境的感觉啊 这里就是星措的观景台 看身后的星措 非常的养眼啊 这几位大哥真的会玩 拿着屁花舔过来 太棒了 这个水真的非常的绿呀 好看 这个水真的特别的治愈 远处还有冰川 从刚才交费的那个地方 通过到这里 走了大概半个小时 看到这样的北京 一路上的疲惫感 瞬间全无 我们不在买儿的地方 我们不在买好 这个水不能全都在买好 第一个水 那些水 都不会有一点 目前五个水 拿着水 喝不到 不在买好 有点水 仔细地 静岳 我们下 从六个小时 第一个水 柱子 这就是星座的美 湖水碧绿像一块玉一样的